主席還有我們同仁還有老委會的長官 媒體先生大家早安 那我請主委 來請主委 主委身體不錯 很用 我在屏東看他在那邊跑來跑去 這覺得不錯 隔遠第一個下鄉的就是他 所以我在屏東已經碰到好幾次了 一下在恆春一下在凌落 我什麼十天前跟我們副總統他到屏東去 去跟大專院校的老師 校長副校長董事長等等 屏東有七八所大專院校 還有一些私立學校做座談 私立學校老師現在最大的痛苦 就是 他們要一次努力補 你們沒辦法進來 他們公補又贏 那到底是怎樣 是跟我們報告 這個其實總而言之一句話其實都是財務問題 就剛剛跟劉建國委員所提到的 身障者是不是可以提早請禁 年間勞保條例有十八條的修正也好 或者像您所提到的私立學校 以前他們本來是勞保 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本來就是勞保 然後後來就選擇要用公保 用公保 那在勞保年金製作通過之後又期待能夠用勞保的方式來做處理 但是一樣是財務的問題就是說如果私立學校的這些老師全部都納到勞保條例裡面來的話大概總支出是一千五百億 一千五百億 那大家都非常清楚知道就是說跟剛剛健保同樣的問題 健保其實是台灣之光 然後如果說是沒辦法支撐 保費大家要繳越少越好但是給付希望越多越好的時候 那可能這些勞工 醫生或護士就會受到某種程度的一些擠壓 那同樣的勞保也是一樣 就是說保費要繳很低但是 勞保要很高的時候他一樣沒有辦法支撐 所以一千五百億對勞保基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能力上做不到不是不願意 他們本來是勞保嘛 那後來因為是政府規定 沒有沒有他們選了公保因為那時候我有查立法院會議紀錄 政府叫他們公保他過來 沒有沒有他們選擇要公保 他們是被迫 沒有沒有沒有他們選擇要公保 被強暴的 沒有沒有完全自願 完全自願 聽起來跟事實有很大的落差 那他們現在又到公保去 那公保又不能業退 只有領一次 然後金額又很少 然後他們現在想回來勞保 回來他們原來的勞保 他們要補多少錢他們也缺補 你們完全不行 還是還可以討論還是可以研究 根文報官真的是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那因為這件事情後來我們也在行政院 然後跟考試院等等做了一些協商 那還是維持在公保的系統裡面 還是維持在公保系統 不是考試院是全序部 全序部 沒有沒有他們沒有月退 他們也是一次 現在公保目前要有月退了 已經在規劃了 上個會期的時候其實本來有要過 可是後來因為經濟部的所屬的國營事業的員工 跟交通部所屬的國營事業的員工 他們之間的那個計算的方式 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見 那他們如果回來 回來勞保這樣 因為我看他們的員工總數也不多 你們的支出會增加多少 1500億 剛才留5萬元說的是1500億 你每天都1500億你是在說什麼 你是說日幣還是韓幣 台幣 台幣 因為同仁有同仁的專業,那同仁的計算是出估,那他們也可以把他們原來那些價狀都帶過來,有真的要1500億嗎? 是,就是同樣那個問題,就是老保的費率其實大家都希望腳越低越好,老保其實會希望越多越好,所以其實目前他已經是一個虧損 結論就是老保比公保比較好就對了,現在無家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現在已經比公保要好 目前老保給付的部分,你聽到嗎?主席,差不多他們再加了價倉,你還要再加多少? 我是不是請我們處長跟您說明數字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其實他們願意要從公保帶過來的,他們大概只想也許三四百億,可是我們剛剛主委報告過,至少,因為他們是希望把原來公保的年資呢,直接轉換為老保年資,因為公保將來年金規劃只有0.65%,那老保是1.55%,那事實上這樣的話,對現在老保900多萬人也是不公平的,為什麼? 因為人家加了15年,如果15年的情況之下,老保還不見得領到年金,可是在公保來講,這些人一過來,他可能公保時間很長,但對老保的保費貢獻,可能只有兩三年,他就要領這年金,那這樣的話也有一個不公平的問題,所以不單是剛剛提到,對於老保財務的衝擊,對於整個老保被保險來講,也是有相對不公平 因為現在對於一次領業退放的,大家都會恐慌,因為現在物價普通那麼厲害,你一次領一百萬,兩百萬,那領域就沒了 利息又低,現在利息幾乎是1%不到,所以他拿那些錢根本是不足以服口啦,所以如果他們也願意說,就好像國營事業的,他要去,後來要去全系的時候,他要去買年資,他們如果也回來跟你買那些都補完, 你們可以接受嗎? 這個裡面喔,其實裡面還涉及到一些其他的問題啦,剛剛那個主委有特別提到過,包括其他的國營事業單位,剛剛提到私校教職員大概只有六萬五千多人,然後那個其他的國營事業還有四萬多人,加起來總共是大概十多萬人,那像這種情況是這樣? 對,那這樣子整個加起來的話,我們估計一千五百億,再加上那個國營事業一千三百億,兩千八百多億,事實上這個部分對老闆來講也是蠻龐大的負擔 我看你怎麼會賣什麼? 不會 會有,因為當時副總統在那邊,他不敢承諾啦,我是給他回去看啦,所以看要怎麼處理,我想要他稍微看要怎麼處理啦 我跟委員再補充報告一下,事實上這個部分呢,我們在那個考試院喔,跟我們行政院曾經開過會,他們認為是說,與其這樣子剛剛說的那種不公平現象,不如把那個公保的那個年金的結構呢,把它盡量合理化,看能不能從零點六五到一點三,目前正在朝這個部分來規劃,以上 好,再來,我請教主委,你是律師嘛,很有名的律師,很厲害的律師啊,律師,有哪有努力嗎? 呃,跟委員報告沒有,目前沒有納入勞基法 那規劃書有納入勞基法? 跟委員報告,會計師有納入 建築師咧? 建築師跟委員報告有納入 所以規劃書,那個律師沒有納入啦,他能時間到,變到一半,在庭上變到一半說,我下班了,再見,不行嗎?所以是不是這個原因? 對,跟委員報告,的確因為律師的工作有他的特殊性 包括譬如說,今天如果被調查局約談,然後律師陪同在場的時候,那他有可能是半夜的時間約談,然後時間可能也很長 那他有一個信任關係,就是說你要中途換人接手的話,那你前面已經訓問了八小時了,那這個律師要把八小時問了什麼東西轉交給下一手,然後下一手再去接手 那個的確在技術上面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主治醫師跟這個是一模一樣嘛 總不能開刀開到一半說,欸,我開心中外科,我來開開到一半說 現在要接第二條會經,我說我下班了,換另外一個比較接,可以嗎? 真好喔,這樣不錯喔?這樣品質我看得真好 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在決定醫生是否適用勞基法的時候,在技術上面的確是有比較大的一些應該要克服的一些東西 所以昨天,昨天在勞委會601教室,你們的副主委,大家在談的 啊,早上,我剛剛跑掉就是開記者會 齁,就是實習醫學生,陳大的,啊,促時,去年的事情 齁,那現在結論是這樣齁,我啦齁,我民國70年在馬接醫院 那是什麼馬接醫院是,現在有財團犯 財團犯,我去上班,去那實習喔,是最後一年,醫學生最後一年 他就跟我加勞保了耶,我這世人第一年的勞保資歷就是在馬接醫院做intern的時候齁 啊,你們三月份回給教育部的文,居然說 intern不能參加勞保,這是怎麼解釋齁? 我是不是請我們勞保處長跟您做說明 你們是走黑頭路還是火車往後開? 跟委員報告,其實基本上學生的部分應該用學保的方式來做處理 然後工作的部分才是用勞保的方式來做處理 那我們對於實習這件事情,其實基本上老實說他還是學生 他還是學生,那如果把它當作是一個雇傭關係 當作是一個勞工關係來做解決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他反而讓他當作一個勞工勞固關係在看待 只有勞動基準這樣一個條件 這是不對的 建教生啊 他應該回到專科學校跟職業學校專科 建教生去做建教實習就勞保了 所以現在目前建教生的勞動權益的部分 基本上教育部你的一個建教生的一個專法來規範 他其實因為他是學生,他所要受到的照顧保護 其實應該是高於勞動基準法的規範 他其實應該在學校在這個學習的場域 他不是一個職場的場域 他是一個學習的場域 他其實應該有另外一套更完善的一個機制來做的服務 陳大在先前有一個學生是掙扎 也是實習生掙扎 後來得到猛爆心肝炎死掉 那這一個是猝死 陳大真的很勞工那樣 往後的虎恤啦追蹤也做得不好 那現在到現在為止 從去年到現在就要一年齁 這個小孩拿到的就只有一個 學生平安保險一百萬 再過就是陳大跟高一他的母校是高一 大家用樂捐 大家用這些都貫錢給他 負責多少錢給他 所以這個是很荒唐的事情齁 因為在醫院裡面 我實習學生 我放射檢驗護理 護理也是很高危險情齁 你不要認為 台灣的健保 是建築在 所謂的醫護人員 遭攤 遭攤醫護人員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偉大的 偉大的成就 這是一個羞恥 現在應該要好好來面對 真的要好好面對 所以實習的學生很多 很多喔 剛剛我講的那些全部 我們是不是要來修法 把這些也納入 可以加入勞保 但是勞保就是有職災 但是沒有用到撫恤 用到失業啦 或者是退休這一塊 是不是可以這樣 我們幾個未完的委員 我想我們 我沒有在這邊嘛 劉建國在這邊 這個沒有人會反對的啦 修法是不是最快最可行 因為不cover他們不行 那這個真的會出問題 這個歹徒都發到急診室來啦 不是只有台醫生而已 紅書也台 那個實習也台醫 知道你是實習也沒有實習 這些人要怎麼 這些人要用這個 學生平安保險 然後再來大家堅強 撫恤 天底下有這種怪事嗎 是 跟文報 就是說這些實習生的這個 在實習的階段的 權益的保障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現在就是方向上面 到底是要放在哪個位置 來做處理 全大跟進都不處理 教會跟進都不處理 真的有夠 現在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說有一些 譬如說這教育部應該去處理的議題 那現在大家都希望 勞委會來解決 那他其實是一個學生 但是大家都希望 勞委會把他當勞工來看待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整個 制度的設計規劃上面 如果今天我們什麼事 都跳出來的結果 是在本來應該發展的那一塊 本來勞委會都全部在等起來 你們現在最大的部 勞工勞動部 這要蓋不住 都要蓋蓋起來 要廣覆蓋 還要高水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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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